您看看这个 不对呀 这个人我认识 他不姓蒋 他姓姜 姓姜 这一次让你赞队 把价钱压到最低 怎么 任命吴光连同志 为基督大队大队长 任命张健同志 为基督大队二组队长 你就是这么 当案大队长的 你知道吗 你是耍了手段 当案大队长的 张展 你在说什么呢 可他们是什么 毒贩 是毒瘤 是狗屎 是人渣 你的爱心和怜悯 用的根本就不是地方 可他们也是人 火队长 您这种来看我 我就心里心地了 还带这么多东西 家族 你也别客气 这里边的情况 我都知道 我能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我就非常感激了 前一阵 我一直出差 非常忙 可心里呢 还一直想帮你 帮我们的事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千万别失去信心 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我们都记录在案 你要相信 有关方面 一定会公正地 考虑你的案子 吴先生 我相信你 我也想明白了 无论怎么怕我 我都没有原因 你用这个想法就对了 好了 我得走了 这些东西 看守所 我会分批交给你的 我跟他们已经说好了 副队长 真的谢谢你 你们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你就下面个忙 为你们做什么 我都愿意 我要赎罪 如果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会来找你的 为你们做什么 我都愿意 这么说吧 副队长 为了您 我获出的性命 我都愿意 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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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倒是表不态啊 照得怎么样 一般吧 一般 这么好的照片 你说一般 哎 你看 这主人公的精神世界 表现得是多么的充分 美丽 善良 坚定 而且还透着一股 女警官的好情 这是艺术精品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那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 你缺乏艺术家的鉴赏力 你真把你当成艺术家了 那咱起码具备一定的艺术素养啊 不然怎么才能从你身上捕捉到 令人向往的精神内涵 你更注重人的精神内涵吗 能不能 也不 也不全是 尝尝尔 注意人的外表美 有这么可笑吗 谢谢你 给我这么高的评价 并且把我拍得这么好 这话听了有点不熟 应该是 照得这么好 总之都要感谢你 怎么信 我请你吃饭 不过这些相片 我要全部收回去 这 这 这怎么也是我自己的作品 我不能让你拿去翻影集 那我自己留着 我要是不同意呢 好吧 那你就留一张吧 真的 我自己留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怎么回来了这么早呀 怎么想起来喝酒了 老公 别管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有 我就是想喝点 可是 可是平时你一滴酒都不沾的呀 我今天就是想喝 我心里觉得憋的 放开我 有什么难受的你可以跟我说呀 咱们以前不都是这样的吗 我心里觉得窝囊的 不是说那些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怹恶 你好多没闹 我去看 我把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哪一方面不如我 谨慎 沉着 计划性强 善谋略 这些我都不如你 你是说我狡猾 不是 一个好的极度警察 这些是应该具备的素质 好 那我再问你 既然你不如我 可为什么我当不上大队长 而你却能 不是大队长 是负担 那我一样 你说 为什么 这些都是上边的事 不是你能我能的问题 吴光临 我在跟你掏心窝子 别跟我打关枪好不好 你给我说说心理话 也许是 我这人在跟大家交往的时候 更简单一点 人员比你好一些 简单是什么意思 可能我考虑自己的事 少了一点 那你的意思 是我考虑自己的事多了 是的 你胡说 你跟本九种 一样 我几个人 也许是 你 我 最好的 我 在你 给我的 我 我 你 我 有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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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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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任何危险的时候 我倒是冲在第一个 我哪一天比他差 他凭什么就把我比下去了 凭什么 那你就想想 人家光临说你说的有没有道理 你是不是考虑自己的事情考虑得多了的 我最了解你了 你啊就是这样的 那说这是什么大毛病吧 也不是 可是就是稍微显得复杂了一点 做人啊还是简单的一点的好 我记得咱们刚认识那会儿 你说就是喜欢我的单纯 那为什么现在光临单纯一点你就不喜欢了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没让你当上大队长你觉得窝囊 所以你才对光临那样 对吗 管着 管着我不会像他那样 不像他那样就不像他那样 你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照样喜欢你爱你 但是 你没有权利去指责别人 并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像你一样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处事方式 只要他不妨碍和伤害别人 就应该给人家以尊重 人家光临就没有指责过你对不对 如果你当了大队长 人家光临会过来 被你大哭小叫推广盖眼吗 你知道 他不会 我也相信他不会 所以 我相信他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 他确实不在乎自己的夺失 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 他今天来找你 他首先想到的还是你 他怕你没有当上大队长心里难受 所以就过来安慰你 让你心里好受一些 可是你呢 你却把别人骂得一文不值 等下 我都替你感到害臊 真的那么严重吗 反正啊 比你自己想的要严重得多 我要是被你这么骂一次 就一辈子不理你 那 那我该怎么办 向他道歉呀 可是我 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 我就一辈子不理你 小语 你别这样 这不是为了我曾展 是为了你自己 是为了我 给我只盐 你不是借了吗 给我 关磊 你这到底怎么了 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副尊重 你都说坏你 那你就别说了 就这么待着 我好给你这副尊重留个影 这也是证据 绳子以后你不承认 说吴大队长 什么时候还会捏那像个捏黄瓜 你烦不烦呢 我不晃也行啊 那你不原因告诉我 或者说点别的 我啊保证坐在这一动不动 想听什么你 随便 你说什么我都想听 那好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说 你说这人 活在世上 是不是特别需要别人理解啊 没错 理解万岁嘛 如果说 咱们做事问心无愧 上对得起苍天百姓 下对得起父母亲儿子女 可别人还说你这人比较用心 那你怎么办 那就是他瞎了眼 咱们不说别人啊 就说自己 别人嘛 也不知道你自己温馨无愧 而且 人都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 所以呢 咱们只能要求自己 对吧 可是呢 要是我 我就忧着他 我干嘛非要干 费力不太好的事情 不是 讨好不太好的事 是 有些事你不做吧 那心里过不去 而且甚至有时候你 来不及多想就已经做了 那你怎么办 去看病 那是你有病 我有病 有治这种病的地方吗 没有 问你也是白问 喂 听说你当大地长了 怎么把我们这些朋友都忘了吧 哎呦 我哪敢啊 这不是一看你送信的电话 我就接了吗 有什么指示说 那好吧 你现在来白夜酒吧 我请你喝酒 行啊 我马上就来 宋青 说让我到白夜酒吧去 跟我一块去吧 前两天啊 他跟我来过电话 是为了他弟弟的事情 是吧 我也正有事找他的 走吧 你看他头上的头发 不是跟朝廷一样啊 他穿的也不是解放鞋啊 他穿着是旅游鞋 好像是城里人 他身上也没有汉系 那咱们先看看他往哪儿去了 你伸长脖子干什么 让他发现了 他就跑了 对对对 莫林 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先说吧 那我说了 咱们可是老同学了 我就不客气 光临 这个事 省里边已经给我们下达了很多的任务了 这个就不用你再宣传 直接说 你要我干什么 说 给鲁市镇附近村里的村民免费提供商标 或者帮他们贷款 解决资金问题 你知道他们实在是太穷了 要他们拿不到树苗 推广经济农作物种植就是一句空话 让他去 立国立民 这个事我办 不过光临 我是担着风险的 如果这些农民把树苗都重死了 我带的款 是要我还的 怎么会重死嘛 你们给他好好提供科学指导就完了吗 你说得简单 那是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 这些我都知道 这样吧 我告诉你 只要你们把工作做到家 我保证贷款你一定能收回来 行 这个事我明天就去办 不过光临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宋青 这事可是不能讲条件的 咱一码归一码行吗 对 一码归一码 不过光临 我的事你总不能不管 是送你弟弟去戒毒所的事吧 对 是这个 光临 我就是想让你说一声 我弟弟不去戒毒所 我阻忍地震 我都不去戒毒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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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那钱呢 钱 都你挣啊 谢谢你 还是我老夫好 我跟你说 你女儿可说你坏话了 亮亮 说我什么坏话 说你什么坏话 说你在当爸爸的说话 一点不算数 说带她玩也不带她去玩 这爸爸怎么当的 秀秀 那我可真是太冤枉了 我一直在忙 你要不你们张剑 没错 嫂子 这我可以账户 她确实很忙 好玩跟她解释解释 行了 去忙吧 那我先走了 那我走了 再见 嫂子 再见 爸妈的事你多算点心 知道了 自己小心点 哎 我求你你不好意思 早晚有天被你拍死了 祈求你们忍辱负重 多光荣啊 祈求你们忍辱负重 多光荣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